请师傅,如果被佛有供养会损功德吗? 被佛有供养的话,不但会损功德,而且会损福德 如果好像他一直这样的话,我们劝他又不听 然后我们可以把他供养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再给他去给别人吃,可以吗? 可以的,所有的佛有不要接受人家的供养,受不起的 很多人,我过去告诉过你们一个故事 这个人本来生意做的挺好的,后来他也学佛 他学佛就做很多功德,拿出很多的布施,地方布施 大家都很感恩他,都觉得他像菩萨一样 很多人就送钱,送东西给他了 他拿了,他的生意一落千丈 他拿了一点点,结果他的生意一落千丈 最后在车祸当中一个腿都没了 我就讲给你听,损福德,损功累德,一点功德都没了 所以不是说谁都能接受供养的,你听得懂吗? 所以你敢拿众生的供养,我告诉你 你一般,你要是不是菩萨的话,你拿了你就倒霉了 我就讲个简单的意思给你听就知道 那我们把他供养的东西再去拿给别人吃,那我们会损功德吗? 这个就没有了,你没拿要跟菩萨讲一下的 人家如果给你一点点小小的,送你一包瓜子,你也就不要再去给别人了 他每次都买早餐 这个没什么大事的 这个跟菩萨说说,谢谢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 谢谢观世音菩萨赐给我这个 哎呀,又不是大的,没有问题的 那小的,你怎么不说人家每天早上送你一个红枣 你也说,哎呀,要损功累的 我把这红枣把它煮汤吧,然后给每人喝一碗 因为我季节乐餐,还是每天每次都是买了 哎呀,人家一点心意没有关系的 哎呀,早餐又多少钱了 这个也是,这个功德大小,它全部都有,它全部都有这个东西 那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讲 为什么很多贪污犯,根据他贪污的钱的大小而定他的罪的,大小的 这还不懂啊,你这个小功德,这个没问题的,好了 哦,他就说,你让我供养吧 我每次提醒他,他就说,你就让我供养吧 哎呀,不要,他这个嘴巴,什么叫供养 供养,一顿早餐也叫供养,没有的,这没事 知道了吧 好好,供养,你要叫他一辈子供养的才叫供养的 好,供养多 Och供养的才 treating